第一个词 这个词是副词 在语法中有待会我们再详细看 第二个词 这个名字表示好的天气 就是意天气 比如说 我们利用这个好的天气 出去郊游 出去野餐 高天が続いたので 或者高天に恵まれて 高天のおかげで 無事収穫できました 多亏了由于好天的持续 受惠于好天 多亏了这个好天 能作物都平安无事的 得以收获 今日は高天で 富士山も見えました 今天是好天 富士山也看得见 第二个词 恵まれる 这个词语法中有待会我们再看 表示受惠于富于什么什么 第二个词 快適 形容动词表示舒适的 比如说 快適な部屋 舒适的房间 快適なベッド 舒适的床 新車の乗り心地はとても快適だ 新白的车 坐上去的感觉非常舒适 旅はとても快適だった 旅行非常的舒适 下一个词 何より 这是一个名词 或者做副词 表示比什么都 也就是一番这个意思 比如说 先生の言葉は 私にとって 何よりの励みです 老师的话 对我来说 是比什么都 强大的一个鼓励 何より 有力な証拠 比什么都有利的证据 無事帰ってきて 何よりです 你能够平安无事的回来 比什么都好 突然な事故だな 怪我がなくて 何よりだ 虽然说 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事故 但是没有受伤 这是万幸 当店の味が 気に入っていただいて 何よりです 您能够喜欢我们店的味道 这比什么都好 何より 下一个词 オッシャル 这个是我们上一讲说过了 它是有这个动词的尊敬语 下一个词 四年 这个词叫数年 也可以加个尖 叫十年か 数年间 如果我们讲 数十年 十九年 如果我们讲十几年的话 就是九四年 比如说 数年前 外国旅行をしました 数年前 我去外国旅行为他 ここ数年で 事故の数は増えた 在这几年里面 事故的数量增加了 数年もすれば 自分の家が持てるようになるだろう 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房子吧 四年就表示 几年间 这个意思 下一个词 本招 方角 方角 叫方向 或者方位 做个名词 比如说 東の方角と 西の方角 东面的方向 和西面的方向 公園は どの方角ですか 公園在哪个方位 哪个方向 学校の方角から 感性が 聞こえた 从学校方向 传来了 欢呼声 方角を 間違える 搞错方向 下一个词 当る 这个词 书上写 叫相当于 什么什么 前面搭配的 格助词 是に 比如说 彼女は 私のいとこに 当たります 他相当于 是我的 いとこ 并非 直视 亲属的 兄弟姐妹 一ドルは 百四十円 に当たります 一美元 相当于 一百四十日元 家に当たる ドイツ語は 何ですか 相当于 家这个意思 的德语 是什么词 もう という言葉は 英語で言うなら already に当たります もう 这个词 如果用英语来说的话 相当于 是already 这个词 另外呢 这个当たる 当然也可以表示 击中什么什么 碰上什么什么 比如说 ボールが 頭に当たった 球呢 击中了 我的头 打到我头上了 銃弹が 的に当たった 子弹呢 击中了目标 还有呢 这个词 也可以表示 对应于什么什么 朝着什么什么的方向 比如说 風水士と名乗る人が 家に来て 各部屋が それぞれ どの方角に当たるのか を確認しました 一个自称 自己是风水士的人 到我家里来 确认了一下 检查了一下 看看我们家各个房间 都对应着 或者朝着 哪一个方向 下一个词 向う 叫朝着 向着 或者往什么什么地方去 首先可以表示一种 静态的 面向什么什么的东西 比如说 海に向かって 立っている 岩石 面向大海 助力着的 这个岩石 太郎が 壁に向かって 立っている 太郎面壁思过 面对的墙站着 山が 平野に向かって そびえている 这个山呢 朝着平原的方向 耸立着 还有呢 就是表示 行为上的一种 面对 行为上的对象 比如说 親に向かって 口答えする 这个衣服的样子 朝着 检查室的方向 走 今は 小田急で 中岡方面に 向かう 途中です 现在我正坐着 小田急 电车 朝着 长岡方向 走 向かう 正朝着 长岡方向 途中 彼は 明日 不任地 向かう はずです 他应该 明天就到 墓地地 去赴任了 还有呢 就是表示 一种 趋向 倾向 比如说 病気が 快方に 向かう 并朝着 痊愈的方向 朝着 恢复的方向 变化 事態が 良い方へ 向かって ほっとしました 事態 朝着 好的方向 变化 終于 输了一口气 表示 变化的意思 下一个词 走 这个字 做自動词 表示奔跑 或者行驶 比如说 子供たちが 走ってきました 孩子跑过来了 階段を 走って 降りた 跑着下楼梯 跑下楼梯 道路を 走って 渡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不能奔跑着 过马路 彼は 走るのが 早い 他跑步 速度很快 駅まで 走って 五分 です 如果 跑着到车站的话 五分钟 时间 他又表示 行驶 この車は まだ 走れる 这辆车 还能开 还能再 行驶 この船は 速いスピードで 走っている 这个船呢 一种很快的速度 在前进 列車は 東京と大阪の間を 3時間で 走れる 列車只需行駛 3个小时 就能从东京 到大阪 再个字 スピード 这是一个外来语 表示速度 比如说 車は 規定のスピードを オーバーした 车辆超过了 他规定的速度 或者叫 スピードを 出し過ぎた 车辆开得过快 スピード遗憾 叫超速 ヤミサ ブレーキをかけて スピードを落とす 踩刹車 然后把速度 降下来 キーボードを打つ スピードが速い 敲击鍵盘的速度 很快 再个字 高層ビル 高层大楼 ビル 就是楼房的意思 建筑物 高層ビル 叫高楼大厦的意思 政策政策 比如说 制定政策 政策を立てる 基づく 这个字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自动词表示 基于什么什么 起因于什么什么 做自动词 前面搭配的格助词 是に 比如说 税金は 収入に基づいて 秘められる 个人的所得税 是基于收入标准 基于收入所得 而被确定的 彼の指示に基づいて 行動した 基于他的 按照他的指示 来行动 給料は 約束と年齐に基づいて支払われる 工资呢 是按照职务和年龄 以这个为标准而被支付的 彼の失敗は油断に基づくものと 我々は考える 我们认为 他的失敗 是起因于 疏忽大意 再一个字 し 表示是 跟中文字一样 し main street 他这里翻 繁华街 主要街道 main是主要的 storito 是街道 main street 主要繁华街 那么还有一个字 用的更多 叫做 航家内 叫繁华街 还有一个字 叫做 商店街 叫 商店内 这个是用最多的词 就是指 main street 再一个词 大道 大道 这个词也从来不用的 一道我们会用 大马路的意思 大道 就是指大道 大道 再一个词 両偌 跟中文意思 西洋的两侧 道路的两侧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センタービル 再一个词 人混 叫杂踏的人群 这个是做名词 来用 比如说 犯人 是人混 逃 犯人 混入人群中 逃走了 騒がしい人混 を抜けると ほっとしました 我穿越过 超大的人群 然后我就 舒了一口气 �広場に 人混 ができました 广场上 一大群人 聚集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 拥挤的人群 人混 で 財布を すられた 在人群中 钱包被摸走了 タイムセールのところはすごい人混でした 或者大変な人混でした 在这个现实促销的柜台那里 拥挤了好多好多的人 大変な人混 人非常之多 休日には 人混 を避けて のんびり 疲れを取りたい 在休息日里面 我非常想躲避 那些人多的地方 想悠闲的消除我的疲劳 人混 表示人多之处 再一个词 中心地 中心地 比如说 商业中心地 商业中心地 工业中心地 工业中心地 大阪は 経済の中心地で 江戸は 政治の中心地でした 在过去 大阪是经济中心地 而江户 就是东京 是政治的中心地 再一个词 左手 左手 右手 叫右手 再一个词 見える 这个词 叫能看到什么什么 我们在当时 讲可能菜的时候 特别讲过这个词 比如说 我们再举一些 私の座っていたところからは 試合が全く見えなかった 从我坐的那个地方呢 完全看不到任何比赛的场景 屋上から街がよく見える 从屋顶上能够很好的 很清楚地看到整个城市 地平線上に一席の船が見えてきた 从地平線上 突然看到了一艘船 最近は肉眼では見えない 細菌 凭肉眼是看不见的 見えなくなるまで 気候機を見送った 目送这个飞机远去 直到看不见为止 还有呢 就是表示 看上去的样子 比如说 あの女は 四十歳ぐらいに見える 那个女的看上去 大概四十岁左右 これは変に見える 这个看上去很奇怪 像这样的一般会用 什么什么に見える 看上去是一种 什么什么的样子 下一个词 右手で トンネル 叫隧道 トンネル 比如说 山にトンネルを掘る 在山里边挖一个隧道 地下にトンネルを掘る 在地下挖一个隧道 トンネルが感知する 隧道贯通了 列車は山間トンネルを通った 或者抜けた 或者通過した 列車呢 通过了山中的一个隧道 青森と函館を結ぶ 青函トンネルは 世界最長の海底トンネルです 将日本本州道 東北地区的青森和 北海道的寒管 连接起来的青函隧道 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上海阪道 観光トンネルは 川底トンネルです 上海外滩观光隧道 是河底隧道 下一个词 タワ 这个词表示塔 比如说東京タワ 東京塔 电视塔 这个タワ 就是テレビ塔 电视塔的意思 那么如果是这种 寺庙的那种塔 一般就不用 这个タワ 这个词 一般会用塔 来表示那种寺庙的塔 比如说 法隆寺の五十の塔は 世界最古の木造建築です 法隆寺的五重塔呢 是世界最古老的木制的建筑 那个叫五十の塔 这个时候不用塔 这个词啊 那么塔 再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 塔 就是我们造楼房的时候的 那个塔吊 起重机啊 比如说 京都タワ は京都駅前に そびえ立つ 天望塔だ 京都电视塔 是处理在京都车站前的 一个展望塔 天望塔 也可以叫 天望塔 私たちは 大阪タワ の鉄辺に 上った 我们爬上了 大阪电视塔的 最高的地方 ノボル 或者アナル タワの鉄辺 タワ 一般都是指的 电视塔 或者观光塔的意思 不能指那种寺庙的 那个塔 那个塔叫 ト 下一个词 オリエントパル 东方明珠 也可以用 下面一个词 トホの新珠 东方的珍珠 新珠就是表示 珍珠的意思 下一个词 一流 中文字一样的 一流一流的 那么二流三流的话 也有 二流三流 比如说三流大学 三流の大学 下一个词 近代的 这个它翻近代的 近代的通常就是指现代的 现代化的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近代化的就是现代化的 一样的意思 比如说 近代的设计 现代化的设备 近代的 现代化的管理 现代化的管理 也可以表示过去或者将来 那我们就为您派发 马上就为您发货 这个意思 表示将来是即将要做的事情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而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闲一下 他以一种非常休闲的姿态坐在那里 他非常轻松的在讲着话 他在草坪上这么躺着 这么轻松的 休闲的度过着 最后一个词 のちほど 这又是一个时间副词 表示过一会儿什么什么 相当于是 あとで このあと 通常用于将来时代 因为是过一会儿怎么怎么 表示将来时代 比如说 のちほどおうかがいします 在会儿过一会儿我来拜访您 のちほどまたお目にかかります 之后 以后 我再与您见面 お目にかかる 表示あおうです 之后 以后我再与您见面 回头再见 という意思 詳細は のちほど お伝えします 詳細情况 待会我再告诉您 通常表示将来时 みな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优优优优独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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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常是一种推测 后面接着是 比如说那一句 你一定肚子很饿了吧 一定很担心吧 一定很冷吧 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些 那你一定很困惑不知所措吧 我非常体察您这种心情 所以书上写 这个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较多的用于对他人的境遇啊 心情啊 做一种推测 我预想到你一定会有这样的心情 反正是与他人的生理或者心理相关的东西 会用这个サゾ 那比如说 サゾ お喜びのこと どうぞんじます 我想你一定非常高兴吧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一定很高兴吧 サゾ ショックだったでしょう 听到这个事情 你一定很震惊吧 当时 另外的话呢 这个サゾ 有时候会们也可以接个カシ 叫サゾカシ 一样的事没有区别啊 サゾカシ お腹が空いているだろう 想必您肚子一定很饿了吧 那么他可以用的时代是 现在时啊 过去时 将来时 都可以 没有什么限制啊 总之后面通常会跟一个 我认为或者推量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因为它是表示一种推量 会跟什么什么でしょうだろう 或者と思います 这样一些结构来呼应 好 下一条语法 にめぐまれる 就是表示 受到什么什么恩责 富有什么什么 像书上写这个 一天気にめぐまれる 受到好天气的恩责 很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好天 セキユにめぐまれていない 日本没有石油 不富有石油 没有受到石油的恩责 美ししでにめぐまれている 受到了美丽的自然的恩责 就表示 富有什么什么 受到什么什么的恩惠 再比如说我们举一些 幸運にめぐまれる 运气很好 受到了好运的恩责 子供にめぐまれない夫妇 通常就是指 不能生于孩子的夫妇 彼は大変健康にめぐまれている 他身体很健康 受到了健康的恩责 温泉にめぐまれた心 温泉很多的地方 富于温泉的地方 ケイザイテキにめぐまれている 家 在经济上非常宽裕的 比较富裕的这样的家庭 那么这个动词叫めぐむ めぐむ这个动词表示 给他人恩惠 就是恩恵を与える 这个意思 比如说 困っている人に 金をめぐむ 就是与える 给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给他们施舍钱 给他们钱 金をめぐむ 再比如说 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森林资源 给予了我们农产品 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农作物 那么像这些就是直接做主动剧 那么说上这段就被动剧 我们被赋予了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这时候用句型叫 什么什么にめぐまれる 最后一条 マセ 这个时候 マセ是什么呢 就是把原来的マス マス型把那个マス 换成マセ 也可以说マセ 是マス的命运型 书上写的 一般用于服务行业 什么商业 或者妇女的接待 应酬寒暄 这种用法比较局限 并不是用的很多 字节不能乱造的 比如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どうぞ お入りくださいませ 它的参音的声调叫 マセ どうぞ お入りくださいませ 就是指 どうぞ お入りください 那么在这种连用型后面可以接个 マセ 来表示一种服务行业用语 请进 如果好朋友之间千万不能这样讲话 这个通常是服务行业里边一些套话 那比如说 この車にお乗りなさいませ 请坐这辆车 那么前面可以是ください 也可以是なさい 一样的意思啊 どうぞ お茶を 召し上がります 本来就是mas 召し上がります 然后把它变成masse 就是指请喝茶 どうぞ お茶を 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那么把它变成 召し上がります 这个masse呢 总之来讲 它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可以表示一种 对他人一种比较有礼貌的要求 一种其实语气的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些 十分 お気をつけなさいませ 这个时候用なさい或者ください 请您务必注意 务必担心 どうか お許しくださいませ 请您务必原谅我 受付に ご確認くださいませ 请您 向前台那里做确认 另外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表示出那些 一种寒暄 一种挨拶 一种接待 比如说 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 您回来了 通常女性用的比较多 家里的比如说保姆 对主人说 おかえりなさい 那么说 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 就有点像服务行业里面 说的比较的谦卑啊 再比如说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 通常我们说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いってきます 家人说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那么如果服务行业说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 就更加的谦卑 表示一种寒暄用语 再比如说 ごめんくださいませ 屋里有人吗 敲门说 ごめんください 就可以了 如果说的比较礼貌 就 ごめんくださいませ 那么这种ませ 它其实本质上讲 它是masu的命令型 但是在这种句子里边 它没有丝毫的命令的意思 它完全是从命令 转为一种挨拶 一种寒暄 或者是一种祈求 我们讲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这个masu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指 店に来 こっちに来 表示这个意思 到我们店来 是指 来なさい 这个意思 但是呢 它已经从命令 完全转变为一种寒暄 不能有任何的命令的意思 它只不过 用了命令的形态 我们叫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类似的 比如说 ごめんなさい 对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这个动词叫 めんずる 就是yurus的意思 就是原谅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なさい 它用的是命令的形态 但是 ごめんなさい 没有任何的命令的意思 完全是一种祈求 请您原谅我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命令形 但是不表达命令的意思 像这样一种用法 比较特殊 好的 语法就是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会画人的后半部分 首先我们来读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車の中で 先生は朝が早かったのでさぞお疲れでしょう いいえ、それほどお疲れていません 途中いかがでしたか ええ、好天に恵まれてとても快適でした そうですか、それは何よりでした ところで先生は上海は初めて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いいえ、二十年ほど前に一度上海に来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 その時は確か今の空港じゃなかったように思います 前のは小さい感じでしたが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前のは多分本沢空港でしょう この歩東国際空港は十数年前に新しくできたものです そうですか、なかなか立派なものですね ところでここは上海のどの方角にあたりますか 東の方にあります 車は今西に向かって走っています ホテルまでだいぶありますか このスピードですと約1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す 李さん、このあたりは新しい高層ビルが多いようですね ええ、このあたりは改革開放の政策に基づいて作られた 歩東開発区で貿易会社、銀行、ホテルな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そうですか、上海の姿はずいぶん変わりましたね ええ、車はここから開発区の中心に入ります 車は今、メインストリートの正規大道を通っています 両側の建物は素晴らしいですね 何の建物ですか こちら側は上海センタービルで そちら側はワールド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センタービルと金モビルです ここからはすごい人混みですね ええ、ここは歩東開発区の中心地です 左手に見えるのは緑地公園と地下鉄の駅で 右手に見えるのは国際会議センターです ああ、そうしますとこのトンネルをまっすぐ行くとバンドですね よく覚え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 先生のお泊まりになる平和ホテルはバンドのすぐそばです そうですか いいホテルを撮っ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ちらに見える高いタワーは何ですか あれはオリエントパールのテレビ塔です 新しい上海のシンボルです 東方の真珠ですか 素晴らしい名前ですね 上海はだんだん世界の一流の近代的な国際大都市になりますね ええ、そのためにみんな頑張っています さあ、ホテルに着きました どうぞこちらへ フロントで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あの、お部屋を予約した田中秀夫ですが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ただいま調べてみます はい、ございました 田中秀夫様でございますね 恐れ入りますが ここにお名前とご住所と パスポートの番号などをお書きください はい、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はい、よろしゅうございます お部屋は8まで3号室でございます 右側のエレベーターで8階まで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先生、お荷物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いいえ、結構です 軽いものですから では、お部屋でしばらくおくつろぎください はい、後ほどご連絡いたしますから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れでは、後ほどまた 車の中で、在車里面 照理说 先生は朝が早かったので さぞ、お疲れでしょう 老师、你早上起得非常的早 这个时候早かった 表示、过去啊 现在已经在车上了 老师、今天早上你起得很早 朝が早かったので 早上起得很早 所以说、さぞ、お疲れでしょう 这、さぞ、对他人一种生理或者心理的感觉 一种体察 你一定很疲惫了吧 いえ、それほど疲れていません 没有那么的累 それほど皆否定表示不那么的啊 也不是那么的累 那么这个时候他把这个疲れる 来做一个状态动词理解 通常我们讲疲れている 这个疲れている来表示这个状态啊 疲れていません とちゅういかなでしたか 说您从日本来上海的这个途中怎么样啊 とちゅうはいかなでしたか 这个とちゅう就是指 从日本到上海这个过程 所以说是过去式 已经结束了 人已经在上海了 とちゅうはいかなでしたか いかな就是比度 这个词来得要礼貌 途中怎么样还顺利吗 え、こうてに恵まれて とても快適でした 途中受惠于好的天气 多亏有了个好天 こうてに恵まれる 就是受惠于什么什么 碰到了一个好的天气 非常的舒适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何よりでした 何より比什么都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这是一种客套话 就是说那你途中过得很舒服 比什么都重要 这最好不过了 我们看K传 それは何よりでした ところで先生は 上海は初めて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话说回来 老师您上海是第一次吗 本来就是指 初め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か 那他把这个初めて做名词 上海は初めてですか 这个是一个省略句啊 就是先生は 上海は初めてきましたか 老师您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吗 那我们把这个直接说 老师您是第一次吗 这个第一次就是指 第一次来上海吗 那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省略句来表达啊 就是说把这个です 换为 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就是直接对他人的一种行为 来做一个尊敬 上海は初めてですか 上海は初めて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上海您是第一次吗 いいえ 20年ほど前に一度上海に来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 不是的 20年左右之前呢 我曾经来过上海一次 我曾经来过上海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句型叫 たことがある 表示曾经 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 来过上海一次 その時は確か今の空港じゃなかったように思います 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机场吧 这个时候的確か 表示一种回忆的一种模糊 不太确定的回忆 如果非常确定的话 就確かに 叫确实怎么怎么 我记得大约 たしか その時の空港は 当时的那个机场は 今の空港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那么这是对当时的事实做成述啊 当时的机场并不是现在这个机场 然后来个 ように思う 这里ように思う 就是我觉得 我认为的意思 用于完整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好像 不是现在的这个机场 前のは小さい感じでした 觉得之前的那个机场 感觉很小 前の空港は小さい感じでした 当时之前那个机场 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感觉 正如您所说的 这个オッシャル いう这个词的尊敬语 前のは多分 本乔空港でしょう 您之前来的可能是 本乔空港吧 前の空港啊 之前二十年前 この歩党国際空港は 十数年前に新しくできたものです 这个普通国际机场呢 是十几年前啊 十数年前新造好的 十数年前に 在十几年前呢 新造出来的 他用那个词 できる 来表示一个自动自现的状态 这相反于是 建てられる 十几年前被建造的 新しく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す 这个机场是一个 十几年前新造出来的 这个新呢 用来修饰动子 新しく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す そうですか なかなか立派なものですね 是一个相当气派的 一个空港ですね ところで ここは上海の どの方角に当たりますか 他说回来 我们现在这个方位 处于上海的哪个方位 相当于上海的哪个方位 東の方にあります 这个浦东机场呢 相当于是上海的东部 东面的这个方位 他这里用了个あります Yannis 就是当たります 在上海的东部 車は今西に向かって走っています 我们坐的这个车呢 现在正朝着西面的方向行驶 向かう朝向 朝着西面的方向正在行驶 ホテルまでだいぶありますか 这个是だいぶ 就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 我们到宾馆 要花很多时间吗 或者有很多的距离要开吗 このスピードデスト デスト 是一种比较正式的一种用法 通常按照语法上讲的话 ト 前面的句子都应该是简体句 应该是 このスピードだと 但是呢 在日常口语当中 为了表达说话方式的极为正重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デスト 是一种非常正重的方式 是可以这样讲的 このスピードデスト 如果是按照这个速度行驶的话呢 約一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す 大约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李さん この辺りは新しい高層ビルが多いようですね 这个时候 ようです 显然表示完转断定 那这个段也可以不要这个完转断 因为确实是眼前就是很明确的事情 小李好像这个附近啊 この辺り 这一带新建的高楼大厦很多啊 一般我们就 多いですね 多いようですね 表示非常完转断定 好像如果我们看错的话 这一带新建的高层大楼好像很多啊 A 这一带呢 这一带呢 改革开放の政策に基づいて 作られた 古道開発区で 是的 算あります 小贸易公司银行 宾馆等等 都有很多很多 そうですか 上海の姿は随分変わりましたね 上海的这个街並み啊 上海的容貌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 A クルマはここから 開発区の中心に入ります 表示 接下来啊 是的 车辆 这就要进入开发区的中心了 接下来 ここから 从这里 马上就要进入 所以表示 即将发生的将来时啊 ここから 车辆从这里开始 这就准备要进入开发区的中心区域了 クルマは今 メインソリドの セイキダイドをトウでいます 车辆现在正在行驶在 繁华的主干道的世纪大造 メインソリドの 这个ノ就同位语啊 这个时候用オトウ 这个オ呢 显然表示的是移动的场所 车辆正在浦东的世纪大道上 在这个路上行驶着 所以是移动场所用オ セイキダイドを 通っています 両側の建物は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 浦东大道 道の両側 道路两侧的建筑物都非常的雄伟啊 都非常的好看 何の建物ですか 都是些什么建筑呢 こちら側は 上海センタービルで 就这边 こちら側啊 就是离我比较近的 这一侧的呢 上海中心大厦 そちら側は ワールド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センタービルと キンボービルです 这个都是很外来语的东西啊 那边那一侧的 离我们比较远的那一侧的 そちら側呢 是这个环球金融中心 它这里叫 ワールド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センタービル 其实不是这样讲的 一般我们叫 上海ヒル 叫上海小山丘 表示 这个环球金融中心 千万不能用 カンキュー 没有这个词啊 叫ワールド 世界的 ワールド 那么这个 ファイナンシャル 我们可以用 金融 金融叫 金融 センタ 也叫球星 环球金融中心 一般就叫 上海ヒル 上海小山丘 是的 这里是浦东开发区的中心区域 左手に見えるのは 一般会用个に啊 一种静态的 在我们的左手边 能看到的 现在映入我们眼中的 叫見える 对不对 在我们的左手边 现在映入我们眼中的是 横口公园と地下鉄の駅で 是绿地公园和地下铁的车站 右手に見えるのは 在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国際会议センターです 国际会议中心 そうしますと このトンネルをまっすぐ行くと 万能ですね 田中说 如果按照这样走的话 そうしますと 就是車がそういう風に走ると 如果车辆按照这个路线行驶的话 它这里叫 そうしますと 叫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它一样的 这个しますと 也是一种非常正式的 一般我们就 そうすると 这样看来的话 と前面通常用简体句 记住 そうすると 或者そうしますと このトンネルをまっすぐ行くと このトンネルを 这个を就表示移动场所 我们按照 我们沿着这条隧道 一直走的话 接下来就要遇到 普世的外滩了 万能ですね 就可以走到外滩了 对不对 よく覚え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 您真的是记忆力很好啊 二十年前的事情 还记得很牢 覚えていらっしゃる 这个时候是 ている 变成ていらっしゃる 来表示一种尊敬 老师您真的是 记忆力记得很好 先生のお泊まりになる 平和ホテルは バンドのすむそばです 老师您准备要住宿的 要停留的 这个时候尊敬语 お泊まりになる 老师您准备要停泊的 那个宾馆 和平饭店这个宾馆呢 就是在外滩的旁边 すむそば 这个すむ不是表示时间 而是空间上的距离很近 すむそば 就在外滩的旁边 そうですか いいホテル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请你订了一个好宾馆給我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你订的 但是我要说成ていただく 来显得我比较谦虚啊 我请您 为我订一个好的宾馆 我真的很谢谢你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用这个いただく 也可以用くれる いいホテルを取ってくれて 取ってくださって 也可以啊 为我订了一个好的宾馆 真的谢谢 あちらに見える高いタワーは 何ですか 在那边 あちら就是离我们 双方都很远的那边啊 能看得见的 あちらにある あちらに見える 高いタワーは何ですか 那个很高的电视塔 那个塔 是什么东西呢 何ですか あれは オリエントパールのテレビ塔です 那个是叫做 东方明珠的 一个电视塔 新しい上海のシンボルです 是新上海的 一个象征 東方の真珠 ですか どう这样叫 ですか 因为他根据这个 オリエントパール 我来有他 他三一生日语啊 オリエントパール は 東方の真珠 ですか 哦 他的名字叫 东方的真珠啊 素晴らしい名前ですね 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 上海は だんだん 世界の一流の 近代的きな 国際大都市になりますね 上海正在 渐渐的成为一个 世界一流的 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近代的き だんだん 这个时候 なりますね 最好变成 なっています 现在正在日裔的成为 而不是将要成为 だんだん 上海将要 渐渐成为 如果这样的话 就将来是 对吧 如果用ています 就现在正在啊 那么按照 书上来说的话 就是上海 将要渐渐成为一个 世界一流的 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 そのために みんながんばっています 说是的 为了这个目标 ために 为了这个目标 大家都在努力着 ている 表示现在的状态 大家都现在 努力着 さあ ホテルにつきました 我们这就 已经到了 宾馆了 どうぞこちらへ 请这边走 フロントで 在前台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あの お部屋を予約した 田中秀雄ですが 我是预定了房间的 田中秀雄 这个是 お部屋 你们宾馆的房间 予約した 自己称自己的名字 不能加算啊 田中秀雄です 我是田中秀雄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这个服务行业 会加个masse 请您稍微等一等 一般不这样讲 一般我们都会说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不能用ちょっと啊 ちょっと非常失礼 请稍微等一下 ただ今調べてみます ただ今就是今 这就是指的今 今調べてみます 现在我就试着 帮您调查一下 有没有预约 はい ございました 就是 はい ありました 这个时候用 ございました 来做一个郑重语 我找到了 有了 田中秀雄様 でございますね 您是田中秀雄 对不对啊 这个様 那这时候用 でございます 用一个郑重语 这个话我们也可以用 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这里也可以用 田中秀雄様 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 您是田中秀雄 对不对啊 恐れ入りますな 很抱歉 但是你 ここにお名前と ご住所と パスポートの番号などを お書きください 就是指 请您 这个恐れ入ります 可以不用翻出来啊 很抱歉 请您在这里写下 您的名字和住址和 护照的号码 ここに 这个时候 你是着落点 在这张表上 这里 请写下什么什么 お書きください はい 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好的 写好了 就是说 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个时候我们用で 通常搭配这个で 表示 以这样的条件 满足这样的要求 对吧 我以这样一份表格 照给你就可以了吗 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はい よろしいございます 是的 可以的 通常我们不这样讲话 这样讲话 日本人要被吓到 对吧 就是 太古文化了啊 よろしいです 就足够了 よろしいございます 就是 いやにさ 这样 OK了啊 就可以了 お部屋は803号室でございます 您的房间呢 是803号房间 でございます です 右側の エレベーターで 8階まで 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请您 用右侧的生甲電池 坐到8楼 8階まで 行ってください 就是 行く また变成 いらっしゃる 请您去 请您坐電池 到8楼 去 用一个尊敬一动词 先生 お荷物を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老师 您的行李 我来帮您拿吧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用 お 接ます 行 接する 来表示一个 字迁语的结构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就是说我们 复习下 不能用那个 受受关系啊 不能说 持ってあげましょう 不能用てあげる啊 你表示说 好像我在为你诗恩 要说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我来拿行李吧 不要用这个 为你啊 不用了 不用了 那这个我们除了用 結構です 也可以 用这个 大丈夫です 更好啊 这个语气更柔和一些 也大丈夫です 結構です 也可以啊 不用了 軽いものですから 因为这个心理很轻 所以不用了 では お部屋で しばらく おくつろぎください 那么请您在房间 稍息休息 しばらく 表示一段时间 おくつろぎください 谢谢 大家 練習待期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 練習しようね 雨 露 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